請問首抽..不過我也不用問.. 問要抽誰啦..因為就是..我也只會抽這一次 然後..欸..我只能10年抽嘛對不對 96小時付費限定..所以是抽這個比較好嗎? 欸..請問有玩過的人..可以告訴我哪個比較..好嗎? 一日一次..是不是這個跟這個比較好啊? 好..要付費才可以抽..喔..所以這個不行 欸..可是我可以按啊..喔..付費這個沒有..所以這個不行 那..聖導..印限定..看一下 這什麼啊..我可以抽一個..什麼 欸..所以沒人知道對不對..那我就隨便按喔.. 可是..喔..付費先進..喔..所以我只能抽這個啦..喔..懂了懂了..我只能抽這個..這個..跟這個..那當然選這個啊..對吧.. 我剛才看到.. 我剛才看到.. 好..所以先抽..先抽這個.. 沒了..是這樣.. 神聖的引導.. 神聖的好.. 神聖的難道引導.. ό.. 這有些抽卡有點久 佛利歐 看起來就不強 欸每一個都要講個話是不是 噢 怎麼跟婷婷姐有點像呢 哦 這樣 這樣花很多時間欸 ok 一看三星 我叫マヌエル 踊り子 我叫マヌエル 踊り子 但我沒有踊踊在這個海岸 所以我會知道很多踊踊 會不會被人找到的 我會被人找到的 對 我會被人找到的 對 因為我會被人找到的 你好, 您好, 您可以用你的薬品嗎 我叫Rodion, 旅行的薬師 如果是一個薬品, 請你來這裡 什麼? 您不是這樣 什麼事, 您可以看到你的心情 請教你 我以为你能够成立派的聖火騎士 我以为你能够成立派的聖火騎士 父親 你好,我是Miles,聖火騎士的見習 我還未熟,但我為父親成為聖火騎士 這個抽好久喔 四星五星就是0.25% 0.25%算高了對不對 後面的三星的一大堆 哇賽,超多的耶 這會保底嗎 好像不會齁 0.25%算高耶 好 直接抽這個了 先抽這個 十點抽,GO GO 然後會講十次對話 呵呵呵 這個是...商人皮牙 有五星卡 唉唷,有五星卡喔 我剛剛都沒發現 好,然後...欸 為什麼有些三顆星,然後有一個空格 那是隨機的嗎?還是本來就是這樣 五星很難中嗎? 像這個四顆星就是滿的啊 有些是四顆星,然後... 有一個是空白的 喔,這個有過了 上限突破 喔 神官 欸?現在是怎樣 他很強嗎? 四星 對阿,有些是滿的 有些還要在自己升星喔 好累喔 喔,補充是不是 好啦,好啦 那是要重刷了 沒有啦,因為我這個已經幫我的帳號了 所以我就不會重刷了,就這樣 唉唷,又是你 衝動,沒差喔 因為我也不確定我會一直玩 沒關係啦,隨便啦 嗯 那是這個旅人 你不想要來的 好嗎? 不是嗎? 那時候 這時候 賞人 ピアニー 任由 售賣物 都要賣物 全部 一旅行 旅行 是嗎? 嗯 我 不可能是患者 特么殿的后人 我只是要幫你寄付給公司,但在那裡,並且我希望我幫你幫助 我想要幫你 我保證,我還要幫你 我還要幫你,我還要幫你 我還要幫你 我還是要幫你 我還要幫你 我會幫你 我會幫你 我拳一下 我拳一下 用電腦的工具 有幾十萬零尾 如果有一個拳 如果有任何宝石有任何宝石 石ころ 你是不是石ころ 還是元祥 我就是薬師メレット 看來看 所以 你把這個賞給給了賞人 所以你 你不想吃什麼 我想要不要吃 有い…是…祀式? 这… 欸…這不是 아니고… 这是失礼 他的通编程是… 我叫Sedric Jap音樂的神餐 有什么?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我想想知道 好 我們還有七顆可以抽 GO 我這邊就按掉好了 不然有點慢 他Loading的時候也很久 我相信終點知道為什麼弱勢會說寧男之劍比較好 像我覺得寧男之劍節奏也蠻慢的 但這個也 也蠻慢的啊 但這個好像更慢 好 這個不能直接按掉 他一定要看 主機的故事很龐大 對啊 比琳娜還慢欸 有點 這個戰鬥我是還能接受啦 還是你們沒興趣啊 你們是不是只想看我玩天氣劍 我玩單機版你們會想看嗎 這個有了 這個角色有了 單機當然是不錯啦 這我也知道 真的假的 真假啊 單機有進去喔 可是要玩的話應該是直接買二啊 至少我比較有活力 比較有活力 真假的單機你也OK 可是單機版 你們不是都看過了嗎 你們自己沒玩過嗎 我是沒玩過啦 這也不是單 是啊 是單機台沒錯啦 我當初就是怕他玩很久 然後怕他很無聊就會 就會不想看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沒有買 聽過沒玩過 好啦 我考慮一下 不過我還是期待 明年幻想的水湖傳 畢竟那是小時候的回憶 我還是比較期待 明年幻想的水湖傳 畢竟那是小時候的回憶 一定是要買的 是 水湖 水湖傳啊 是 水湖 水湖傳啊 剛抽的卡都抽好久喔 �外的招 還有兩顆 我只是抽了卡而已 要抽那麼久喔 玩家騎士團喔 那個之前的IP我就沒玩過了 幻想的水浮戰之前是有玩過 這裡有多少隻啊 我都打到欠了 我也是單機的嘛 我沒記錯我話 最後一個了 剛念有一個風險就是萬一他的那個音樂是用 動畫的音樂齁 那就是有版權問題的 就很煩 有版權問題就是 那部影片就是不能盈利了 雖然開銀利也沒多少錢就是了 明天如果有開台應該要玩天地前 不要把我的話講出來 我大概11點20分會關台 把音樂關掉是可以 可是我不知道哪些音樂有版權啊 因為剛念的動畫我沒有看完 我就看前面而已 好我們看一下那個 隊伍的模式齁 隊伍 搞整一下 前衛 五星的那隻在哪裡 我看一下 五星可以排序嗎 這一批嗎 這一批嗎 欸不是不是這一批喔 全力物攻 好麻煩喔 太多了吧 看了頭就痛了 那四星 那四星 全部放四星的角色 好我順便按了啦 隨便 好麻煩喔 後衛是 呃前衛死掉 我會幫忙補充的意思嗎 哈哈 這真的蠻麻煩的啊 喔好多喔 我看頭好 怎麼覺得好亂喔 他可以升星 啊升星突破 欸啊怎麼突破 這樣 突破 會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玩的話 喔 可以升級了 所以我突破了嗎 突破啊突破怎麼沒有感覺 沒有什麼feel 給他吃堅果 哇一次生那麼多等喔 啊裝備不能直接從這邊 喔這邊可以按 普通的劍 青銅劍 還沒有燈這樣子 好啦抽卡就到這邊啦 雖然抽的應該不是很好的 不同的角色有什麼 特殊技能之類的嗎 我看看喔 技能在哪裡看 人力 喔 應該 應該 有些是共用的吧 我猜 我們先看劍士好了 劍士 我也設定 一閃 反手攻擊 堡壘光閃 好再看另外一個劍士 就知道了 喔不一樣 不一樣 有些一閃這些是一樣的 好像沒有吧 好像沒有吧 那個人物是固定最後那幾招 就是要學 哈哈 好手抽到這邊了 給大家參考一下 給大家參考一下